大家好,今天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 发射了超百枚巡航导弹 今天俄罗斯空袭的主要目标包括乌克兰的能源电力基础设施 以及乌克兰的水电站 这是今天空袭的主要城市 先给大家看一下空袭的现场画面 这是使用的核101巡航导弹 在哈尔沟方向 多枚巡航导弹,骑射 这是在基辅方向 这是核101巡航导弹 这是轰炸基辅的现场画面 今天乌克兰的媒体证实 已知俄军轰炸的包括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时间是在23号的下午 莫斯科时间下午4点10分开始 轰炸的包括基辅地区 奥德萨地区 蒂尼伯比多罗斯克地区 卡夫巴斯 波尔塔瓦 尼古拉耶夫 奥恰科夫 利沃夫 文尼查 苏米 几乎乌克兰的主要的城市 都被俄军轰炸 现在已知的乌克兰停电的情况 已经完全停止供电的 包括基辅 基辅州 蒂尼伯比多罗斯克 克里沃罗格 波尔塔瓦 米尔哥罗德 扎波罗热 尼古拉耶夫 奥德萨 以及奥德萨整个地区 全部停电 罗夫诺 罗夫诺 另外还有赫梅利尼茨基 基洛沃格勒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 卢茨克 切尔卡瑟 切尔尼戈夫 苏梅 日通米尔 乌克兰的媒体也证实 完全停止供电的地区 包括基辅 苏梅 尼古拉耶夫 哈尔科夫 蒂尼伯 比多罗斯克 奥德萨 完全停止供电 也就是说 盐蒂尼伯河 盐蒂尼伯河 大家可以看 基辅 尼古拉耶夫 蒂尼伯 奥德萨 事实上已经停止供水了 那么现在基辅的市长也证实 基辅目前已经完全停止了供电 乌克兰的国家电网也发布紧急的公告 这是乌克兰国家电网发布的公告 乌克兰基辅地区的左岸已经停止供水供电 停止供水供电 在哈尔科夫地区 已经完全停止供电 当地的哈尔科夫的地铁已经停止运行 包括街道上的电车也完全停止运行 利沃夫市的市长也证实 利沃夫完全停电 利沃夫的市长也证实 利沃夫已经完全停止供电 另外呢 这是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 他发的社交媒体 桑杜也证实 摩尔多瓦包括首都基西纳乌 还有摩尔多瓦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停止供电 整个摩尔多瓦都处于紧急状态 那乌克兰的停电导致摩尔多瓦首都停止供电 我之前讲过摩尔多瓦很多的供电需要靠乌克兰 它的西部地区核电站来供给 那么现在西部地区的核电站 也紧急关闭了电力系统 那这是在罗夫诺 罗夫诺的核电站 在这 罗夫诺的核电站 这个罗夫诺的核电站呢 也是乌克兰的第二大核电站 第一大是扎布鲁热 那么在罗夫诺的核电站呢 现在已经转入应急运行模式 那么动力装置与电力系统已经断开连接 核电站呢 现在已经处于这种紧急状态 核电站的动力装置紧急关闭 那现在呢 摩尔多啊 包括首都基西纳乌 也完全停电 除此以外呢 俄军还攻击了水坝 克莱满丘克水坝 这个水坝呢 实际上也是地匿泊河上游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水力发电设施 那这次打击呢 导致整个水坝呢 已经无法完全运行 电力系统呢 也已经停止运转 这个克莱满丘克水库大坝啊 被打击 实际造成下游地匿泊河 水位上涨 另外呢 下游的供水出现问题啊 因为水非常浑浊 下游的供水也紧急关闭了 所以这次打击呢 除了打击电力设施 还打击了它供水系统 那么下游这几个城市 供水几乎全部瘫痪 特别是赫尔松 赫尔松是没有水没有电 我之前节目说过 乌克兰呢 处于一种中世纪的 中世纪状态 没有了电 乌克兰现在呢 整个的网络也完全中断 这是乌克兰的网络 你可以看 今天打击 导致乌克兰的互联网 一度中断 现在也没有恢复 实际上没有电啊 很多乌克兰的这个 通讯啊 都中断了 墨尔德瓦总统桑杜呢 对媒体表示啊 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空袭 造成了墨尔德瓦陷入黑暗 那是桑杜证实的 整个墨尔德瓦已经停电 普京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普京抵达了埃里温 在亚明亚 普京今天在埃里温呢 参加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 普京表示啊 俄罗斯联邦支持 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维和部队 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决定 成员国军事技术合作 不断扩大 那么俄罗斯联邦 支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改进通讯系统 建立辐射化学防护系统 以及覆盖铁路的决定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工作 存在问题 但该组织仍有助于保护 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主权 普京最后也祝贺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总统托卡耶夫 成功当选 那今年空袭之前呢 梅德维杰夫也访问了俄罗斯的 库兵卡国家研究和生产企业 主要是负责俄罗斯高精度导弹的生产基地 梅德维杰夫在现场进行视察 梅德维杰夫也表示啊 俄罗斯将继续制造高精度武器 打击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敌人 那实际上也是向西方表明 俄罗斯呢 实际上可以有效的 大规模的生产高精度武器 美国无法制裁俄罗斯 之前美国和西方呢 认为俄罗斯的打击 大量的消耗库存 将没有导弹能够攻击 基辅攻击乌克兰 但现在梅德维杰夫呢 它证实呢 俄罗斯的生产不会停止 像俄罗斯呢 它和西方不同啊 俄罗斯的这个巡航导弹的技术啊 包括工业生产能力非常强大的啊 俄罗斯实际上在俄乌战争中 并没有完全投入军工生产 它的这个整个的军工生产机器 还没有完全开走马力 所以俄罗斯后续还有很多的潜力 所以俄乌战争长期来看 对乌克兰 那么这一次呢 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呢 实际上呢 是延续了过去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大规模空袭 这次打击呢 实际上基辅啊 它的整个左岸 基辅的左岸啊 就是伊尔平这个方向 全部停止了 供电 也就是说完全 完全停止 供电 你可以看看现场的画面 这是基辅啊 基辅的画面 可以看到啊 基辅漆黑一片 就是现在基辅呢 它只有少部分民众呢 使用这种柴油发电机 生产这个电能 供自己平时使用 国家的供电已经完全终止了 所以整个乌克兰首都基辅 现在已经回到中世纪 不但没有电 信号也没有 很多的电子设备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充电 很多老百姓只能买油 在汽车里边充电 那更别说这个无线通讯了 现在呢 基辅的左岸地区完全停电 供水完全中断 另外呢 地铁 基辅的地铁也完全停止运行 整个基辅现在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 另外呢 过去一段时间呢 乌克兰修理完成的这个变电站 在基辅方向的这些变电站 又一次遭到打击 可以说这次打击呢 完全摧毁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 能源电力设施 完全摧毁 刚刚维修好的 恢复的一部分电力 再次被彻底摧毁 而且乌克兰没有了备用方案 像头两次打击呢 乌克兰有备用方案 把备用的变电站重新 不止重新的安排 那么刚安排好 再次被打击 乌克兰已经没有了备选方案 也没有了备用方案 可以说呢 俄罗斯就是要 让乌克兰整个冬季陷入黑暗 陷入寒冷 在尼古拉耶夫地区呢 乌克兰南部的核电站 尼古拉耶夫南部的核电站 电力设施紧急关闭 奥德萨地区呢 整个电力也中断 蒂涅伯 包括克里沃罗格 通信光纤出现问题 扎布罗的地区 750千瓦变电站 被俄军全部摧毁 基洛沃格勒 包括特洛 特洛沃茨克大坝 也遭俄军摧毁 文尼查 俄军袭击了 当地的一所大型变电站 利欧夫 罗夫诺 实际上呢 已经失去了供电能力 未来将长期紧急停电 这是今天俄军打击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从现在的俄罗斯方面 打击乌克兰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俄罗斯从一个月以前 对乌克兰进行空袭 就已经准备在整个冬季 切断乌克兰的能源电力系统 那实际上呢 俄罗斯下一步在对基辅的进攻 包括对利沃夫 也包括对西部地区 文尼查、日托米尔方向的进攻 乌克兰将很难进行防御 因为城市如果没有电 这个不同于2月份 2月份基辅还是有电的 所以城市防御 基辅可以组织起来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基辅、利沃夫、文尼查、日托米尔 这些城市想要组织起防御 会非常困难 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 对外是一种封闭状态 一个中世纪状态 你可以想象你这种防御 很多老百姓都离开了首都 离开了大城市 那这个城市你怎么防御 所以现在来看 俄军下一步冬季很有可能对基辅发动攻击 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从白鲁斯方向进攻基辅 特别是冬季很有可能在2月份 也是在2月份 因为2月份整个乌克兰北部地区土地已经冻结实了 而且重型装备坦克可以越过这些沼泽地带 基辅北部地区包括切尔能源核电站 和今年2月份是一样的 很有可能准备在冬季发动基辅战役 另外在利沃夫方向 布列斯特方向 俄罗斯很有可能也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现在所有的情况都表明俄罗斯已经准备好 为全面占领乌克兰做最后的准备了 所以大家相信普京 他脑子里不是只是占领乌克兰 这四个州 哈尔科夫 赫尔松 包括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普京脑子里想是占领整个乌克兰 这就是我一直给大家介绍俄乌战争 一直要强调的俄乌战争 不是仅局限于顿巴斯 它会改变整个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 包括今年普京也签署了法令 大家可以看普京签署的法令 这个法令正是 授予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扎布拉 赫尔松 车牌代码 车牌代码四个州 看看 顿尼斯克 巴林 卢干斯克 巴腰 赫尔松 巴斯 扎布罗热 巴五 大家可以看这写得非常清楚 看到了吧 巴五 扎布罗热 赫尔松 巴斯 这是车牌代码 也就是说 俄罗斯开始正式的将这几个地区 并入俄罗斯联邦 这只是第一步 那下一步呢 基辅 赫尔松 苏梅 利沃夫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大家不要以为啊 俄罗斯只是局限于乌东 这场战争会扩大 这场战争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 既然已经开始了 普京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就结束 所以北约也好 俄罗斯也好 实际上都在准备着在乌克兰一场大战 这个冬季呢 实际上双方都在积极的准备 今天对乌克兰首都 对包括对乌克兰所有的主要城市 能源基础设施的轰炸 只是俄军未来全面进攻乌克兰的开始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